比赛 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们 现在大家看到 这是蒙古林峰 第五届环球拳王争霸赛的 男子 六十五公斤的比赛 红方是林帅 今年二十岁 身头继续七七 好好好 好好好 只有三十多秒时间 林帅一个牵手 之前只有家后重拳 我重心最高 但是我们感觉 今天的林帅的撞 并不是我们 暗想的 赛琴状态特别的好 他这个降级状降得了多 赛琴状态指数是六八 他今天要打六十五公斤 我降了三公斤 而他的对手呢 是日本的 谢月范 好 又一个撞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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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林帅叫KO对手 叫KO对手 我们观众说了 比赛这个内海上 比赛相当的嚣张 他的一个人生的歌颜 我要在内海上 不停地跳舞对手 这是林帅出战的第二场 国际的抗战 第一场是在去年的十月十三号 到美国的拉斯布加斯 代表中国队 在世界不知足够 战胜了美国选手 那么今天是到第二次 代表武林峰出战 迎战 迎战的是日本 一个新人 也是重量级的冠军 叫这个 谢月范 那曾经获得二零八年 全日本新空手 P2重量级的冠军 这个选手 黄手还是相当的不错 尽管在第一比赛当中 林帅有两次重击的一手 但是我们看到 他现在已经滑起过来 那么从这点看到 这个日本的这个选手的 黄手能力很强 林帅招有机会 但是就是打空了 打空了 看到这个林帅 打得太急 有点急了 基本上他有气势 但是对实际的把握上 我们感觉 如果再稳一点的话 再重一点的话 那么第一次已经结束了 全场比赛 那么我们第五阵环球小王争霸赛 是从07年开始 那么到现在 打这个6.5公斤比赛的 有这个周建克 能代表我们第三阵 打这个6.5公斤比赛 那么在第四阵环球小王争霸赛 男子65公斤 带着我们出赛是 景宗霸 那么现在观众方看 这是我们第五届的 男子65公斤的比赛 这就是6.5公斤的选手 林帅 刚才观众朋友听到 那么我们现场呢 这个担任我们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日本FG的赛事主管 叫大声温平人 他担任我们今天的这个 那这是我们五零峰啊 呃 第四年和日本FG就是K1级进行的友好合作 第四阵环球小王争霸赛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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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日本协约法 要这个号手就向前 哦 今天那个南方宣言手那个 那个日本的协约 这个 从那个进攻的出城的力量超过速度来看 他和红方 呃 中国的一帅还是有一种差别 刚才 这是林帅一个进攻的一个失误啊 就是你的 从屏幕进攻你要知道 对方也在进攻啊 这个节目感觉有 我什么时候在进攻 什么时候在防守 这个节目感觉 现在这个林帅被打疯了 他那个疯 是被对方的一个重击之后 被逼出来的 那么实际他这种竞争的节奏和感觉 并不用那么长 就是你要根据自己当时这个比赛的时机 要因为是我被中击的一次以后 我才拼着进攻 因为要根据场上的这种形式的变化 来碰着距离 把握实际 你看这个多么危险 今天 红红绒帅的拳台还是不错 红红绒帅 最有力的打扰 最善良的 但他今天是很招 准备的 这个距离感的 进攻的风采 不是风采 就意味着靠拳 全把势力的绝对 但是你要知道 那么你在 那么在 上三路被当封住之后 那么我用下三路 干扰对手 让对方在上量的出现 不能我再进步 把这个比赛就要打起来 那么这一点上 呃 红绒帅和林帅呢 一个孩子的年轻不久 二岁 那就是去年他在武林峰 展现了头角 可以说 在武林峰长长下 短短的半年的时间 进入非常地完蛋 好 还怕这个阶段 就不允许你 直接用这种赛法 因为我们 当时的这个 近代队的 是不一定的 只能爆了队场 刚才我们躺在成美 对林帅进行一个 口头的警告 有 哎 这个那个小赛队 对你有推法 要困着队场 那么刚才是一个 非常好一些东西 我车在端 对方已经反弹到了 维阶段五 再逼上去的话 一种一种进攻的 停 文章比赛结束 第三回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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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载是不是很够嚣张 嚣张的是要很钱的 下位均募 比赛结果 一号参半元 30比28 9G1 123 320 2号参半元 30比27 JU 3号参半元 30比27 3号参半元 30比27 JU 3 2 27 比赛结果 红邦胜 The Winner is The Winner is The Win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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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